歌曲喔 唱得好有感覺喔 大家心酸了沒 酸了 剛剛在台下一度 我一定要等到那個 音樂 要停才敢上來 就覺得有那種 整個那種你就是營造在那種 籠罩在那個音樂的那種 氣氛裡面 是不是跟大家來講一下這一次 其實大家知道你都很熟了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這段專題真的好特別 而且從發行以來喔 不僅說是在消透成績上面 那同時在一些 就連一些的樂評啊 大家都非常的肯定這一張專輯耶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感覺滿開心的 對 那剛剛這首歌辛酸嘛 其實我反正 我之後下個禮拜我一定會 以後唱的卡拉一定不會再有和聲了 每次唱就覺得很干擾 其實剛剛唱得不錯 其實是喔 跟自己的好唱的好不好 好對不對 不過呢 這段專題我發現喔 就是說跟你 我覺得這段時間喔 雖然是過了一年啦 一年多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你整個人喔 都不太一樣耶 變得進步好多喔我覺得 然後你說舞台上的唱歌 就是整個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一直印象還停留在 就是像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比賽節目才剛開始結束嘛 對不對 然後發行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 神秘嘉賓嘛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這第二張的時候 這段期間我們也看到 你跑了很多譬如說像是一些大陸的 前陣子在北京開了演唱會 對不對 一個小型的 對啊 就是跟樂團一起表演 Live這樣 就是覺得說這段時間 不管說在一些爆炸時 看到一些你的訊息啊 都覺得說 哇 就是之前我看過那個林佑嘉 我整個的感覺就是覺得 你進步好多喔 我覺得主要是 你覺得你自己呢 有在認真 有在認真面對自己的事情 好… 認真跟散漫有差別 那一直都還滿認真的 是喔 看到我們這個 Nimi 你就是很年輕耶 二十才出頭不是嗎 對 二十幾歲都算很年輕 對啊 然後就是這樣 非常的認真 然後一直在自己的這個 為了自己的音樂對不對 很執著 對啊 其實有時候也不一定啦 有時候沒有 然後 就覺得好像音樂不見得就是 努力在音樂上 有時候可能是 不得已 你沒有辦法不要 所以你 就是一定想 就是想要做這個東西 不過大家都很支持林佑嘉 對不對 剛剛前面的朋友 你們說你們幾點來的啊 七…七點啊 七點就來等你了 幹嘛 七點太早了吧 因為我剛剛就說他啊 我說你七點來 你就穿這樣子嗎 短袖嗎 一早來會冷耶 對不對 七點就來喔 七點來這邊可以幹嘛 這邊有少餐店嗎 那不是很可憐 好 謝謝 就希望可以搶的頭箱嗎 是誰 是誰 這邊 那我就給你一個 飛吻 哇 接到了沒 沒有啦 就是其實要不用那麼辛苦 對 就是放輕鬆就可以了 嗯哼 那今天 那今天 是 除了提醒大家不要那麼辛苦之外 是不是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 關於呢 今天呢 我前面也剛剛跟大家有在進行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的選擇 好 這個很重要啊 對 交通安全很重要 是不是也可以請佑嘉來提醒大家一下好不好 好 尤其我相信現場很多啦 都是機車族的朋友們齁 騎機車呢 是不是有一些的這個交通安全的守則 譬如說不要爽紅燈啦 戴安全帽啦這些的 是不是可以 我第一次就是打工賺錢 那天賺到了五百塊 是 然後我 結束回家之後很興奮 然後我想說路上不能沒車 所以 有一個紅燈我要右轉 我就不管它 一轉一轉看到警察 然後 就沒錢了 還倒貼 對 剛剛說紅燈右轉要罰多少 六百到一千八對不對 所以你的五百還不夠罰耶 對啊 所以呢 藉由 你有這樣自己的一個親身經歷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我們的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注意了之後 我們還是要來聽好歌啦 好 因為 其實第一次來台南這樣專輯發行後 所以要唱這樣專輯 大家聽到第一首歌是 看見什麼吃什麼 嗯 所以接下來就來安排這首歌對不對 來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林宥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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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